我们很希望能够倡议一个东西叫做中华复兴院 中华就是认同中华 不但是认同我们的民族 同时认同我们的文化 复兴呢主要是我对台湾孩子的期许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 我们是认自己是中国人的 像孙中山先生他说 他虽然在外国念书 他说是尧顺与汤文武周公孔子 然后我们就要念呢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 然后清朝就是要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背的 但是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的教科书已经改变了 所以他没有一个民族复兴的认知 也不会有民族复兴的使命跟承担 最后一个愿啊 就是那个草头的愿啊 它是来自于我们传统上那个书愿的传统 但是我们把它做得稍微更活泼一点 愿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聚集 一起讨论一起生活 一起去彼此交朋友的地方 彼此创造一个共荣共利的生活圈的 一条繁荣复兴的道路 我们下期再见